剪辑轨管理员 威力导演9这一次功能的其中一个强大的突破 就是在于支援的总计高达100轨的剪辑轨 让您在编排影片时可以不受任何局限 尽情的发挥创意来剪辑与制作 而且使用上更为弹性 影片、音讯、文字和其他特效都能够跳脱一望的剪辑方式 可以在各编辑轨间任意的放置、移动、复制和剪辑 切换到威力导演的界面之后 我们下方可以看得到 预设会开启两轨的视讯轨 那您的滑鼠游标可以拉一下 到边界的地方出现左右箭头拖一下 您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每一个轨道里头 都可以为轨道做命名的动作 那假设我现在想要增加两轨新的视讯轨 只要点选剪辑轨管理员 上方新增的部分您可以输入2 并且可以决定您要新增的位置在哪里 再按一下确定 好,我们下方就多了两轨 三跟四的视讯轨就会增加进来 增加了视讯轨如果您不需要它的话 您也可以点选它之后 好,例如说我三的轨道我不要了 只要点选右键移除轨道 那右键这个工具其实很好用哦 在新增的部分您也可以点选右键 选择新增轨道 它同样的也可以再到剪辑轨管理员里头 去增加您所要的轨道 那增加这么多的轨道呢 有时候在使用上头其实不需要这么的多 那我们可以直接按滑鼠的右键选择移除空轨道 就可以把不需要用到的轨道呢 一并做删除的动作 最后还算是在想通过 有什么这样的轨道 就让你来点选择